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我们常常都在讲要放弃治疗 但是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忧心 包括在华府这边 马里兰州不就在这吗 还有旁边维吉尼亚州 以及科罗拉多奥勒纲路易斯安纳州等 准许医院跟救护车 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 就不再受理救治了 其中还有路易斯安纳州 它是共和党州 但是其他的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这为什么放弃治疗 道理何在 来介大师 因为医疗资源不够 因为这种感染率的话 即使像美国这医疗资源 算是很雄厚的 它也做不了 那现在就是说 它有的医院说 你已经受感染的医护人员 也可以回来继续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 都要把它每一个都处理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能量了 对 那不过话说回来就是 Omicron它的致死率跟重症率是比较低的 其实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病毒学 我听过有人讲说病毒学来讲 它病毒的演变现在就慢慢到一个 可能是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尾身 它就变成也不能说流感化 它还是有杀伤力 可是它的杀伤力就比较小了 那所以它的传播率会变快 那现在这个在美国就变成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传播力的问题 那我想可能有美国人 有美国他基本上就回顾到 他们原来的那种想法 就是要造成群体免疫嘛 对 那就说他也不去很认真的对待 有一些放任了 可是我觉得手上基本的资源已经不够了 放任不应该是民主党的州做的事 之前我们的印象中是民主党的人 其实比所谓的共和党 因为拜登跟川普 我们忍不住要拿他们两个来比 不是这样的 怎么可以说一个民主党的州 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这会让人觉得有点错愕 加利福尼亚州 罗德岛州 阿里ゾ罗尔尔尔 政府部分医院下令 染疫医护就继续上班 当然你说医护人员不够是一个问题 可是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疫情不是会更加的严重吗 确诊数会暴增 暴增了再暴增吗 凤凰城的大型医院的这个系统 Dignity Health 还叫员工说 你染疫医护病情好转 自觉可以上工了 就可以向主管申请回院上班了 哇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会造成这个 满地 我觉得最危险的不是美国 而是最危险的是别的国家 就是说美国人将来走到别的国家 现在比较危险就是说 对这个对这个疫病没有足够 现在美国已经 已经万万往群体免疫这个路上走 而且他病毒的这个 他基本的他的那个致死率 跟他的这个重症率已经往下低 往下掉 可是美国还是从开放的 可是美国本身很多人 他可能是有代言的 那他走出去的话 他会造成其他国家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你说美国民独党州 他就一定不要有人道主义 也未必 然后美国很多这些州的话 基本上他还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所以美国现在你看一天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可是美国基本上拜登也习惯了 美国人也习惯了 那我想跟这个本身病毒本身的 他的那个特性也有一点关系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这些国家将来是会变成 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 负担了 你知道负担 然后不过就是说 我是觉得美国这一波 他在过去 有人说再看看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继续一步发展 美国现在也束手无策 他的疫苗该打的也都打了 能打的也都打了 他现在还能怎么办 不打的就是不打 对 对不对 然后呢一天一百多万 那他需要的人力很多东西 所以他不能让那个经济停摆 所以那后老板就说 你只是不严重 你就回来上班 连医院都变成这个态度 对呀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我是觉得 也是蛮已经 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对这个病毒已经是 感觉已经是两手一摊了 已经有点这个感觉了 难难怎么办 美国也没办法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美国他确实现在 因为美国的医疗资源 虽然是他是高的很高级 就是他有非常高阶的医疗能力 可是他要做到普及的时候 其实有困难 就是你要看病 他中间会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然后会容易去看病的 两种 一种是特别有钱的 一种是超级穷的 因为超级穷的去看 就不花钱 反正基本上也不是赖帐的 就是国家出钱 中产阶级最可怜 所以你现在这种 大量去感染之后 美国的医疗的这个system 他本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维持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分配 现在没办法这样分配了 大家都有病 大家都要来看的时候 这美国医疗资源 一下子就非常紧绷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他虽然民主党一开始觉得 我要照顾大家 后来利有未待 我只能坐着看 所以只能够被动的选择 群体免疫这个方法 那OK你要选择群体免疫也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 刚刚介大使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其他国家怎么应对 尤其是台湾 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美国列为高风险国家 他不断的履创新高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这边是要直接跟 跟我们国内的民众讲说 对我们也不打算隔离了 我们就准备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挡不住美国回来的人潮 你如果先跟大家这样讲 大家有心理准备 我们就认啊 就说其实Omicron 大家赶快打疫苗 也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来做 那如果我们还是告诉大家说 隔离很重要 防堵传染很重要的话 你又没有把美国 设为高风险国家 那你又没有采取 跟美国一样的政策的时候 那对我们其他的国家来看的话 其他的区域来看的话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个是绝对是 必须要去关注的焦点 好 不过你看看大陆 现在这防疫的做法 尤其呢现在已经 在2月4号 我们知道北京冬奥即将要登场 所以防疫是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那么呢 当然 韩兵 那我们看到 很多其他的国家也都等着要看 看看你北京要怎么做了 好 说到德国呢 德国高层说 不出席北京冬奥的开幕式 那么还说中国现在是因为担心 戳破防疫泡泡 还呼吁 如果你看到有他们相关的这个车辆 车祸冬奥车辆 不要伸出援手 那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有人会质疑说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 为了防疫 但是叫其他的车子 不要对冬奥的车辆伸出援手 那回来你说北京冬奥会期间又会不会封城呢 难道北京人通通都必须都要关在北京吗 北京冬奥组委说目前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的 可是你看到大陆 大陆铁路部门已经停售天津市管辖范围内各个车站到北京管辖范围内车站的车票了 为什么是因为天津有疫情吗 所以要必须小心 甚至也呼吁好几个地方 今年通通在就地过年好了 有的还说发出奖励呢 我想大陆到目前为止 他的防疫政策还是以清零为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会在很多地方做出很多的断然处置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最大的移动地表最大的移动就是要过年 那过年这样一移动下去万一真的有一些病毒夹在里头那是完全不得了的事情 这么十几亿的人口谁也防不住 所以他一定会做出某些限制 我觉得这个 以他们的政策来讲我觉得非常正常 那可是问题是东河他还是要办 他总不能学那个日本那个奥运一样再给他delay一年吧 所以他应该还是会办 那办的时候他当然也很紧张 万一因为这样造成破口 其实上次日本的东京奥运的时候 就造成了某些破口 很多选手跟观众其实都染疫了 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日本当时因为他已经有点 他为了举办东京奥运的时候是半推半放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即使染疫 因为他本来国内就有蛮多人染疫 所以好像看起来相对情况没那么严重 可是大陆因为他是清零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容许有这种染疫的状况 所以你说 他的 他说你在那边万一看到这些东西出车祸了 你也不要去救他 我想他指的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边出车祸 你一般人你没有防护装备 你当然不能去救他 那我相信他与此同的 他一定会加派一些相关的这些 防护的车辆啊这些东西 他会去巡守 出现这些状况他会立刻去止源 那实际上本来 车祸的时候 是专业的救助也是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 一般人有的时候说真的 我觉得看热闹的比救助的人多 我讲实在话 所以这个措施我觉得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 去批评的地方 但是重点是 你要这么大量的人口移动 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选手进来 那这些人 你是要把限制在选手村里头 哪里都不能去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恐怕对 大陆的整个防疫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因为你也不能 北京人口那么多 你也不能说因为办一个冬号 然后叫大家都不出门 这个也太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 大陆应该会 会做某一部分的取捨 也就是他还是会做一些限制 大概这些选手也不可能到处去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就是限定的一些范围 让你走 那 市民也是尽量保持大概 尽量不要跟这些选手接触 跟这些场馆也不要接触 那他们一定会把它去办下去 那当然不管对哪一个国家来讲 在欧阳这个病毒这么肆虐的情况下 你要办这样一个大型赛事活动 绝对是一个严苛的考验 就看大陆能不能做得到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心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中心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 只剩下不到10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 都看得到